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生如金刚 心如虚空 什么意思啊 当你这个人做事情生如金刚 你的心如虚空 刚强的人心啊空的 你怎么样讲我我都不会变的 一个人决定了这个人很坚强的人 你怎么劝他他都不会变 是不是心如虚空啊 无所谓的你再跟我讲多少钱 你再跟我讲什么东西 我不会变的 心如虚空啊 生如金刚 心如虚空啊 难可去坏 就是很难用各种方法让你变坏 因不坏故既得阿罗多罗三秒三不提 因为你像金刚一样没有变坏 金刚不变 那么你得阿罗多罗三秒三不提 就是得无上正等正绝 所以任何一个成功的人靠的是一种意志 不管碰到什么困难烦恼 我有坚强的意志 叫心如金刚 碰到事情就变化了 碰到自己的利益马上就变化了 哎呀我要面子啊 我要讲谁了 哎呀我怎么样 你说这种人能心如金刚吗 心如金刚的人根本不变的 碌碌不动的 你看有些人跟了我十几年了 有的人跟了我二十多年都有 他到今天心如金刚啊 他没有变化过 他还是这样 所以告诉你们 什么叫阿罗多罗三秒三不提 先说阿罗多罗就是无上 阿呢就是为无 阿罗多罗就是为上 三秒呢就是上而正 三菩提呢就是智慧和觉悟 所以加起来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个凡文呢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你说有这种智慧的人还会不开心吗 有这种智慧的人还会天天难过吗 给人家脸看吗 就是这样的想得通的呀 什么事情了想想你们过去有多少事情想不通 现在全没了 常常的快乐自己就干净了 你去看一个快乐的人他很干净的很开心的 有什么关系啦 你们小时候多少事情啊想不通啊 把过去的事情忘不掉 就是有一种 我这次在新西兰的时候 有一个博友跟他聊了几句 他跟我说 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情绪老不好 我说你情绪老不好 就是你想的太多的过去 你要是没有过去 你只想到明天 你会情绪不好吗 情绪不好吗 就是因为你把过去的事情一直放不下呀 你看小孩子为什么能够马上放开 马上就开心啊 小孩子们就是因为一件事情过了 他不记呀 马上没了呀 刚刚一哭哭了之后 来来吃躺躺 躺躺一次 又开心了 这孩子他没有昨天的意识的呀 你看看你们脑子里 满脑子都是昨天的意识呀 昨天我多么辉煌 昨天我多么是有面子 我昨天多么有钱 我今天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个人昨天欺负过我 上辈子欺负过我 到今天师父跟他讲了 他还要生气 上辈子你自己都看不到 你这辈子还要生气 所以我不愿意再跟你们讲 上辈子的事情 很多人经常看见我 师父你讲讲我过去 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吗 有一个人在皇宫里面 做一个大城的 结果我给他在看图腾的时候 我看到他在一个小地方 煤矿里面做一个小客栅 你说他轮回多少次 业障啊 听得懂吗 业障害死人呐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常乐我尽 足矩而有 什么意思啊 足矩要聚足自己所有的东西 已经有的东西都要聚足 人应该拥有的慈悲啊 应该拥有的那些善良啊 你这些都聚足 你就会 既能远离此 无常杀鬼 无常 大家知道了 无常来抓你了 就是因为你离不开啊 因为你心里不开心啊 你们记住一个人心里不开心 身体不好 越想越不好的啊 有的人在心里苦叫辛苦 有的人在肉体苦叫劳苦 所以你们怎么样不要苦呢 首先辛苦你们可以做掉的呀 心里不要苦 想通过就心不苦了呀 你说师不凡吗 我多少事情啊 很多过去跟着我的徒弟 不好好精进 他发了一个师父啊 我现在两个星期很难受 你帮我看看徒弟 我也得给大家看啊 看过不就忘了呀 太多烦恼事情了 扔掉 如果有人跟你纠结 想不通 扔掉 不要去理他 让自己慢慢冷静下来 不就明白了吗 所以有一个叫冷静法 在心里学上叫一个冷静法 当一个人非常想吵 想闹 想抱的时候 你最好的方法 正好不在 然后等到他好一点了 你再回来找他 他自己也想通了 没什么事情 很多事情就这么来的 在他抱的时候 你最好人不在 又会算的 你们会算不大 教你们的方法 就是念心经呀 念了心经 人家要搞你的时候 你不会在他面前出现的 有一句话 善缘也好 念缘也好 都是我们累世 过去好 都是我们自身啊 执着所造的因 你知道什么叫执着吗 一个人执着害死人呢 我就要这样 我一定要这样 我不卖账 我就是这样执着 我这个人不吃的 我就吃这个 要随缘的 你胖了吗 你就要 稍微穿得深色一点 那显得瘦一点 师父就告诉你 什么叫执着 执着就是 我认为这样 我一定要做下去 不要执着呀 很多人 我就吃这个 我其他不吃的 好了 营养不均衡 出毛病了 人的身体要吸收 全方位的营养的呀 跟人一样 人必须接受 全方位的教育的呀 人不能说 我就这方面教育 你专业这个教育 你其他都不懂啊 肯定吃苦头的呀 所以这一世 既然能够明了 我们在人间的因果 我们能够明白 在这个世界上的因果 为何还要在人间 为这些是非纠缠下去呀 你们不觉得 你们很可怜啊 你们不觉得 你们跟人家吵架 像个动物啊 你们是人啊 你们是超过一种动物的 拥有菩萨的智慧的 你们不能跟动物一样活着啊 所以师父要你们成为一个菩萨呀 对你们要求高啊 所以要懂得啊 不要去纠缠这种苦了 我们自己自身 看不清自身的毛病 就是无明啊 什么叫无明啊 无明就是不明白 不明白就是要解脱无明 我既然不明白 就是要解脱 就把它放下 靠界定会 修持下去 你们知道什么叫戒定会吗 所以守戒就是代表这个人的修养 定就是定得下来 如如不动 会才能产生智慧 所以我们每一世总有牵挂和不舍 所以变得更加的执着 因为每一世都有很多牵挂 有很多想不通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小学的时候被人家搞过吧 不开心 你也记着 中学的时候被人家搞吧 又不开心 高中的时候被人家搞又不开心 大学的时候被人家搞又不开心 那你一直这杯子不开心 你不忧郁症啊 你把过去的事情全部不忘记 你不就是个忧郁症吗 你现在是大学生 你就必须把小学中学高中 全部都忘记 你现在已经结婚了 你就必须把你少年时候 那种情况全部要忘记了 你就好好做家庭主妇了 你现在是个教授 你就做你教授的事情 你现在是学佛人 你必须要有修养啊 你们想想看 我们人不就这样吗 不能再执着了 因为执着会让我们得到的 唯一就是烦恼 烦恼给你们 没有任何好处的 你修行之后 你就会把烦恼变成菩提 因为我们执着 所以我们烦恼 因为我们烦恼了 我们学佛了 我们才会拥有菩提心 所以我们才能修出果位 任何一个人能够成菩萨 到天上去 靠的是什么 就靠无执 无执是什么 没有执着 今天你们交一个朋友 如果你跟他说 我们去吃那个好吧 不行 我不喜欢的 做那个好吧 不要 这个人就是执着的人 不随缘 人家讲一句话 他非要反驳人家 你们碰到过这种人 没有 不管这个人讲句什么话 他好像不跟人家反着过来 他难受 你们有没有碰到过 讨厌吗 哎呦 今天天气蛮好的 哎呦 好什么辣 昨天你可下雨下这样 没有啊 哎呦 今天阿姨做的蛮好吃的 一般 他永远跟你反着讲的 你今天精神蛮好的 好什么辣 就这种人 就是叫 执着的心态 这种人我告诉你 就是忧郁症了 他要跟你反着 他就觉得显示出自己 好像我跟人家不一样 很多人的希望 就是我跟人家不一样 你们去参加一个party 很多人就喜欢 跟人家不一样 好像最好进去 人家都蹭着你看 所以不执着 才能修出六道 否则你修不出六道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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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